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今天的这个腾讯会议 最近这一两天,这个很多人都很恐慌 然后呢,就是说很多人都甚至去把资金撤回来了 亏了好多钱,因为现在呢,币价呢,很低 币价很低的话呢,很多人就是把这个毁约,把资金撤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就亏大了 其实大家呢,如果你是从三月份就开始进入猎狗币的话 你就不会觉得特别的恐慌 因为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应该是第三次了 说的难听一点,就跟女人的大姨妈一样 每个月都得这么来一次,真的是让人很郁闷 但是呢,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咱们的技术团队呢,他的这个机器人呢,还是在的 所以呢,损失了一点钱 但是这点钱呢,并不是这个很多 也就是说这点钱对咱们整个项目方来讲呢,是一点小意思 所以关键呢,就是看这个它有没有造成了一些其他的损失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损失的话,只是一点钱的话呢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商机皮毛,没有动筋骨 所以大家没有必要太担心 好,今天呢,给大家查一下它到底这个 咱们在这个昨天,对于我还是今天,对于国内的朋友应该算昨天了 这个黑客攻击到底损失了多少钱 当然有的人说这不是黑客,是他的技术团队自己有个人叛变了 或者说是内鬼,这个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是这个黑客呢 把这个币呢,把Hunter币卖掉了 套了很多的USDT出来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就是查询一下 到底套了多少钱出来 那么这个钱去到了哪里 另外呢,就是给大家聊一聊 咱们的昨天的分红为什么没有到 为什么咱们没有收到昨天的分红 昨天的分红去了哪里 那么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今天这个会议呢,就给大家一个答案 有昨天收到分红的吗 有收到这个猎狗币机器人分红的扣个一 没有收到的扣个二 我知道有的人收到了,有的人没有收到 那咱们的分红去到了哪里 有的扣一,有的扣二 收到了就很幸运 大部分人都是没有收到的 那之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收到了 有的人没有收到呢 那就是因为咱们的钱包里面呢 昨天发了收益之后呢 它其实还是剩了一些钱的 那么剩了一些钱 如果你的钱包地址呢 是在排名,它是根据那个阿拉伯数字排名的哈 如果你的钱包的地址是排到前面的话 那么它今天发币的时候呢 就会先发那些排,就是那个地址 阿拉伯数字还是12345 那个1,如果是1打头的 那肯定是比排到9的或者是 就是要快哈 所以它就会先收到币 那当然发到后面币就没有了 所以它后面的人呢就没有收到币了哈 所以先收到币的人就很幸运哈 因为你的钱包地址 它那个可能是1打头或者是A打头 是吧 它是ABCD按照这个顺序发的哈 所以呢 就是说因为 项目方呢 这笔钱是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的哈 但是呢 因为被黑客攻击了 黑客呢 就劫持了这个 就是昨天的收益 然后把这个收益呢 发到了黑客自己的钱包里去了哈 所以大部分人是没有收到这个分红的哈 那只有少数人 他的钱包地址是 呃 比较靠钱的 他收到了 但收到了不是昨天发的 是前天剩下来的钱哈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的扣个1哈 没有听明白的扣个2哈 就说如果你收到了钱那是因为你的钱 那个钱包地址是 1开头的或者是2开头的哈 或者是A开头或者是B开头的 那么他就排排名靠前哈 那排名靠后的人就没有收到了 因为昨天的钱没有到账 因为昨天的钱被黑客 劫持了 然后发到黑客的地址上去了哈 并没有发到咱们的分红钱包地址哈 对昨天剩下的12万优都发出去了哈 啊好 那我们再继续哈 啊首先还是免责声明哈 不能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所有的资料 也论紧调表个人观点 不过成任何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落实需谨慎啊 今天分红 啊应该是正常哈 应该会正常哈 如果没有大的意外的话啊 应该把黑客给 给抓出来了哈 我不知道啊 我觉得应该是到现在还没抓出来 那就太扯了 因为他的技术团队总共就那么些人 对吧 一个一个排查 总归能查到是谁干的 对吧 啊 内鬼也是黑客嘛 对吧 内鬼也是非常 这个 他也是有经验的嘛 至少是很懂技术的 好 那么昨天呢 我查了一下哈 那咱们在黑客 辣巴的时候 黑客攻击的时候呢 总共损失的美金是400多万个USDT 400多万个USDT 大家可能听到这个数字很恐慌哈 哇 一下子400多万就没了哈 但是你要知道咱们列狗币的项目方的家底有多厚呢 你就不觉得这个钱呢 是很大的一笔钱哈 那么我们上次给大家查询一个例子就1亿多美金哈 那像这种例子还不止一个 所以咱们列狗币的项目方的家产 估计至少得有几个亿的美金 甚至几十个亿的美金哈 所以400多万呢 不算太多的钱哈 啊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担心哈 不需要太担心说咱们项目方没钱了 钱都被黑客卷走了 没有哈 只卷走了400多万美金哈 那么我们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查到的哈 一般的盘子这么一搞肯定垮了 对 好我们看一看哈 咱们币价 你看钱的黑客攻击以后 就直接在资金池里面抛售 所以币价就大跌 那么后来大家去抄底呢 补上来一点哈 所以现在池子里呢 我昨天查的时候是160多万个美金哈 现在今天查可能只剩150多万了哈 又有很多人恐慌啊 然后在卖币哈 所以呢 只剩下150多万了哈 我看一下啊 没有150多万只剩下148万了哈 只剩下148万了哈 那你看一直在往下跌哈 148万哈 所以很多人不懂技术呢就会恐慌哈 觉得说哇这个币价跌了 是不是项目崩盘跑路了 是吧 那所以呢 他就是容易恐慌哈 好我们来查一查到底这个币是谁卖了 卖到什么地方去了哈 你看这里哈 这底下 这底下是 左边这个是绿色的是买路的 右边这个呢 这个红框呢 这里呢 是卖出的 是卖出的哈 那么他给了两个地址 看到没有 第一个地址呢 是73万9哈 差不多就是74万美金 第二个呢 是39万9 差不多是40万美金哈 那么有这两笔交易呢 分别对应的地址呢 最后四位是7A 6D 还有呢 是441A哈 这两个地址 好我们拿鼠标点一下哈 点进去看看这两个地址 到底是谁在卖币 还卖了多少 卖到什么地方去了哈 我们点一下啊 好我们点进去看哈 咱们这个地址 我们看到了哈 这个地址呢 就是7A6D 看到了吧 7A6D这个地址 7A6D你看 他是在七个小时以前 把币卖掉了哈 你看卖了好几次 还不是一次哈 卖了这个红框框里面啊 卖了189632 099个亨特币 然后呢 从池子里套出来 193639个USDT 然后还有一次呢 是卖掉了 卖掉了百万千万亿 卖掉了两亿个亨特币 然后从咱们的池子里套出来 249477个USDT 那么最下面也是哈 卖出去两亿个亨特币 然后套出来 296888 那套出来之后呢 他就把这个币转移走了 看到没有 这里就是74万个USDT 74万个USDT 那么这个新的地址呢 是这个地址哈 Linux83dad195 这个地址哈 那么呢 这74万个呢 套出来以后呢 他又通过跨链桥 看到这里吧 有Any AnyUSDT 通过跨链桥 把这个74万个USDT 从这个币安智能链 转移到了以太坊链 看到了吧 AnyUSDT 这是跨链桥哈 把这74万个 这一笔74万个 就是对应于 这个哈 739439个 把这个钱 那就是最大的一笔 给他转移走了哈 转移到了以太坊链上了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交易的哈希值是 Linux B74D83 那么跟这个类似的 还有一个就是40万个 同样是同样的操作手法哈 通过跨链桥 把这40万个呢 也转走哈 那么这40万个呢 对应的就是这个哈 就是第二个哈 399,075个哈 那么就是第二笔哈 所以这两笔钱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的钱呢 都通过跨链桥转移走了哈 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就演示第一个哈 就是这个74万个哈 这是40万个 看到了吧 40万个USDT 给他转移走了哈 好 刚刚说了 这个交易我们从链上可以查得到哈 时间呢 是6月28号的12点19 12.12分39秒哈 这里有74万05个USDT 通过跨链桥 NUSDT哈 给转移走了哈 从币安智能链转移到以太坊链哈 通过NUSD哈 通过这个方式哈 前段时间我讲过的哈 大家还记得吧 大家还记得了扣个1哈 如果不记得的扣个2哈 通过跨链桥的方式 它是用一个中介币 叫NUSDT哈 先把这个啊 币安智能链上的USDT 换成这个NUSDT 然后再用NUSDT 再通过它的内部系统 换成以太坊上的USDT哈 还记得吧 可能很多人又忘记了哈 好 这个你也同样可以在这个MultiChain 这个跨链桥 可以查到这笔记录哈 看到这个红框哈 这个BNB最上的智能链 把它换成以太坊上的这个 这个USDT哈 总共是74万个 74万零零五个 那么扣除了手续费 最后还剩下 73万9264个 看到吧 73万9264个 因为它有手续费啊 那么地址呢 那就是这个Linux83DAD195哈 现在呢 这个咱们被盗的这个74万个USDT呢 就是从币安智能链 把它跨到了以太坊链上了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查以太坊链哈 这是以太坊链 那么 我们看到了哈 73万9264个 通过跨链桥过来以后呢 又被这个黑客 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地址哈 那么这个地址呢 是0XC282850哈 0XC282850这个地址哈 那么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地址 那我们再跟踪查一下 这个新的地址 被黑客转移到了什么地方哈 好 我们看到这个73万9千个 刚刚刚我说的那个40万个哈 40万个U 就是39万9630个哈 还有其他的 分 他是黑客呢 是分批的去卖哈 所以把这些币都归拢在一起了哈 归拢在一起呢 这个币呢 这个USDT呢 全部都是从咱们的资金池里面套出来的哈 换句话说 黑客呢 先是盗取了Hunt币 然后盗取了Hunt币呢 就进入了咱们的USDT和Hunt这个LP交易队的资金池 然后呢 黑客就把Hunt卖掉 然后换成USDT 然后呢 就把这个换出来的USDT通过跨链桥转移到以太坊上哈 那么然后呢 都是把这些分散的这个USDT 把它归集到了一个地址哈 一个新的地址 就是这个Linux511315这个地址哈 你看 总共从资金池里套出来的USDT呢 是346万个哈 346万1815个USDT 那么这个呢 就是黑客发动攻击以后 然后从咱们的资金池里套出来的这个USDT的数量哈 346万1815个哈 那可能有的人会问啊 你刚刚不是说有400多万吗 怎么这里只有346万哈 那答案马上揭晓哈 我们只要去点进去看这个新的地址哈 Linux511315这个地址哈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说是400多万个 而这里只显示340多万个哈 我们去进入这个新的地址哈 好 那么这个就是转进来的346万1815个 我们发现居然还有一笔钱哈 还有一笔钱是多少呢 还有一笔钱是66万5852个哈 66万5852个哈 我们把这个66万5852个加上346万1815个 把这两个一加就得出了总共的列格币 被盗的优的归籍地址的优哈 是412万4609个哈 那很多人会问这66万是什么东西哈 那么根据我们的查询呢 把它倒推过去呢 这66万呢 就是列格币项目方在6月28号 给我们发的分红收益啊 那么被黑客呢 同样把它转移出来了哈 这个钱本来是要进入我们列格币的分红地址哈 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那个Linux1开头的哈 就是每天给我们发钱的那个地址 这66万本来是发给我们的 结果在半路被黑客劫持了哈 然后被黑客转移到他自己的私人钱包哈 就是这个列格币被盗的这个地址 把它归集 跟在那个 跟在咱们资金池里套 套现套出来的U 把它放在一起了哈 所以你看这有两笔记录 第一笔是66万个 就是咱们628的正常应该分红的地址哈 USDT 第二笔是346万 就是那个在资金池里套出来的U哈 所以这个黑客呢把这两个钱都放在一起了 总共呢就是412万哈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扣个1哈 还没有听明白的扣个2哈 所以大家就不要问为什么今天628没有收到分红哈 这为什么项目方没有发收益哈 发了哈 就在这里看见没有 66万5852个 我再打一下哈 66万5852个哈 这是本来是要给我们628这一天发的收益 结果被黑客呢劫持了 然后把这个币呢 强制转到他自己的钱包里了哈 这是黑客的钱包哈 所以黑客钱包里总共有412万4609个U哈 所以呢大家如果能联系上坤哥 我不知道坤哥在不在在这个听我做讲座哈 没有的话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发给他 让坤哥去联系这个猎狗币的进入团队哈 咱们被盗的币全部集中在这里了哈 总共412万4609个哈 看看咱们的项目方有什么神奇的方式可以 从内部找出这个内鬼哈 然后让他把币交出来哈 咱们可以啊软硬兼施是吧 我们动之以勤小之以礼啊 让黑客呢把这413万个U给他还回来哈 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就严刑拷打是吧 因为内部团队嘛总共就那么几个人对吧 一个一个审问啊相信呢我们都是 啊可以这个可以这个找到是谁干的哈 因为是内鬼嘛对吧 一个一个审问嘛反正这个币呢 我是给找出来了哈 然后看看项目方有什么办法能把它拿回来哈 那推一万步说就算拿不回来 这4142万个USDT呢也没关系对吧 因为咱们项目方手里资产几个亿美金或者几十个亿美金都有可能哈 这400多万呃相当然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是很大的一笔钱对吧 400多万美金啊但对项目方来讲呢也就算一个小钱哈 就算没了这笔钱拿不回来了也不影响正常呃周易哈 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哈啊 啊然后给大家证明一下哈 这个钱为什么本来是发给我们的 结果结果被这个这个项目方给劫持了哈 项目方啊被这个黑黑客给劫持了哈 这个黑客还是挺牛逼的啊 好做个总结哈 咱们列果币呢现在是暴跌以后呢稳步上涨 然后呢持币人数也快三万了哈 所以咱们一切还是发展很好的哈 那么被盗的74万个U呢通过跨链桥的方式呢 从币安智能链转到以太坊链哈 顺便说一下为什么黑客要把这个黑客盗来的币 从币安智能链转到以太坊链呢哈 有没有人知道哈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黑客要把链转移哈 有知道的可以留个言哈 他为什么就直接把币放在币安智能链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他要把它转移到以太坊链哈 大家有人懂不懂 哈哈哈哈 我看看大家有没有聪明的哈 怕被BSC监控哈 他也就算对吧 因为你如果这个USDT在币安智能链上 那么你唯一变现的方式呢 就是去那个币安交易所变现 然后换成人民币或者美金 对吧那如果你这个地址被监控的话呢 你一进入币安交易所就会被冻结 是吧 因为在币安智能链上你要变现 通常你只能去币安这个交易所 那么很容易被监控哈 那么你通过跨链桥的方式换到以太坊链呢 那你就很那你去变现就很容易了 因为全世界所有的交易所都支持啊 以太坊链去变现 而如果你要在这个USDT在币安智能链上呢 你要变现呢 那你只能是通过币安交易所 那么就很容易被监控啊 所以黑客还是很聪明的哈 他把这个币呢 跨链把它换成以太坊链哈 这样他要变现呢 就是比较容易哈 各个交易所都可以变现啊 明白了吧 明白了就扣个1哈 还没听懂就扣个2哈 所以这个黑客还是很聪明的哈 他换到以太坊上就更容易变现 因为所有的交易所都支持以太坊链啊 但是呢币安智能链呢 只有币安交易所才支持啊 所以他就很容易被监控啊 所以他这招是比较聪明的啊 黑客地址是吧 黑客地址发一下哈 看一下 黑客地址 哎呦 我看一会怎么发出来哈 一会再给你发哈 好 咱们再继续哈 大家呢 就是说把这个地址记一下哈 Linux5113152B46哈 这个呢 现在目前咱们被盗的币呢 就放在这个地址哈 这个地址是以太坊的地址哈 你要用以太坊浏览器哈 我给大家说一下哈 啊 这里哈 我把它发到咱们聊天室哈 大家可以监控一下这个地址 这是以太坊啊 以太坊不在币安链上哈 已经被黑客转移到了以太坊 大家能看见吗 这是以太坊浏览器哈 不是币安币安链哈 以太坊啊 看见没有 ERC20哈 不是BSC哈 不是BEP20哈 是以太坊哈 有两笔记录 一个是这个628的分红66万个U 一个是资金池里面套出来的346万个U 哈 反正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哈 给大家再看一下哈 再看一下怎么样去证明哈 怎么样证明这个66万个是本来是发给我们的哈 看一下啊 大家如果是打开你的TP钱包哈 打开你的TP钱包 打开你的TP钱包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平常的分红哈 我给大家做个截图哈 我们每天的分红哈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 呃 分红的地址 分红 分红 大家打开一个地址哈 打开一个地址 就是我们每天的收益哈 我们每天的收益哈 我们可以看一下看一下我的吧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的钱包地址哈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地址 你看哈 呃 你看哈 我每天项目方都会给我转优哈 转优哈 从这个地址哈 呃 0x1cb0c哈 大家看看你的钱包是不是这个地址哈 这是每天的项目方的分红地址哈 分红地址哈 那么你如果看到的话 他应该是项目方每天呢 就会往这个地址 转60万个优优哈 应该是这样的哈 现在只有202个了 对的 我给大家发一个截图看一下哈 大家发一个截图 给大家发一个截图哈 呃 大家能看见我的屏幕吗 能看见我的屏幕吗 你看 我们过去的两天 每天都是发63万个优 看到没有 都是从一个地址发过来的哈 就是按道理你看 前几天是60万个优 每天的收益哈 那么 在最近的两天是63万个优 都是从一个地址哈 这个地址是0xc78 最后是9856 这个地址给我们发过来的哈 看到了没有 这个地址0x 0xc78是吧 这个地址最后呢是9856 看到了吧 这个地址 我们每天分红的钱包都是项目方 从这个地址给我们转过来的哈 63万个哈 大家都能看见吗 大家看看你的tb钱包是不是跟我的一样哈 是不是跟我的一样哈 对不对 给大家回个话 对不对 这个地址对不对 啊 对的哈 对的哈 这个地址是对的哈 好 那么给大家证明一下哈 这个地址吧 啊 那么我打开一个 哎 看见没有 前几天都是从这个地址 0xc78 给我们的0x1cb0c 给给我们转了63万个U 是吧 那么这63万个U呢 本来就是要给我们分红的啊 但是呢 628因为黑客攻击呢 那么这个地址呢 就被劫持了哈 被黑客所劫持了 那么黑客呢 就把这个地址上的U呢 转到他自己的钱包里去了哈 非常的讨厌哈 非常的讨厌哈 啊 看到了哈 我们来查一下 这个0xc786哈 这个地址哈 我们来看一下 输到这里输一下哈 0xc786哈 好 我们来看一下哈 那 平常呢 你看他都是 发给我们的分红地址哈 你看如果是昨天的记录哈 那么今天你看 大家能看见吗 今天这66万个U 转移到了 呃 转移到了这个一个新的地址哈 0xedf哈 就没有转给我们 呃 通常的那个列狗币的分红地址 看到了吧 666,519个 看到了吧 呃 他是被黑客所劫持了 他是被黑客所劫持了 他就把这个66万个给转移走了哈 没有转移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哈 他应该去的地方就是我们平常收U的地址哈 我们看一下哈 我们看一下哈 我们看点看看所有的哈 6 这本来这666,519个应该是到我们的地址上哈 但是他却没有哈 我们看看原来的原来的记录哈 原来的记录哈 我们看下一页哈 看到了吧 本来你看前天的哈 大家能看见吗 我把它放大一点哈 本来这个Linux C7861这个地址你看 往外打往外打出去63万个U哈 是达到咱们的猎狗币的分红地址 Linux ECB0C 看到了吧 本来是应该发到这个地址的哈 本来是应该发到这个地址 那么发到这个地址呢 那么这个地址就会发给我们用户了 对吧 你们看一看你的记录是不是这个地址啊 是不是这个地址哈 63万个U 但是628呢 因为这个地址被黑客 可能就是内部员工吧 可能是内鬼 他没有按照规定打到咱们的地址啊 所以呢 他就是打到黑客的地址了哈 你看本来每一天都是打到这个地址哈 打到Linux C1CB0C哈 打到这个地址哈 那么628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 他打到了一个黑客自己搞的一个地址去了哈 66万个U 就把咱们的钱给打走了哈 你看我们来追一下哈 这个地址哈 他现在这个交易记录太多了 不好追啊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看到的哈 看见没有 66万5千个 因为有手续费嘛 大家看一下哈 从这个地址过来的 66万个 看到吧 所以现在这个币呢 就是在黑客手里哈 你看 也是通过跨链桥过来的 看到了吧 从跨链桥过来的 这66万个U 从跨链桥过来的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把这个记录打到猫梯 券里头可以查得到啊 输入这个哈西值啊 今天出问题了 不让查了 今天这个网络坏掉了哈 不管怎么说 我们刚刚已经查到了哈 刚刚已经查到了 这是66万个U哈 本来是发给我们的 结果呢 他就发给了这个黑客了哈 发给黑客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收到哈 所以项目方呢 他其实你看 这是咱们628的分红 这是从资金池里套出来的 346万 本来应该是发给我们的 结果被黑客呢 发到他自己的钱包里去了哈 跟这个从资金池里套出来的币 把它放一起 把它把它藏到这个地址里哈 412万哈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通知坤哥哈 然后让坤哥去联系这个救助团队 看看怎么样从这个地址上 把这412万个U给他找回来哈 当然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如果是内鬼的话 一个一个排查 我想也是有可能找到那个内鬼啊 然后逼他把这个U给还回来哈 啊 好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哈 下面是提问的时间哈 啊 然后 这个 主持人可以开麦哈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下面先来吧 下面先来吧 真金莲 真金莲 我帮你开麦了 你自己麦一下开一下 没声音 那下一位 那下一位 江苏王翔 江苏王翔 你自己点一下麦 你自己点一下麦 感谢老师讲的 虽然你讲的 我们也大概都了解嘛 大概我们既然进了这个圈子嘛 通过地址啊 查一些资金的走向啊 其实我们自己都能查得到 也都看得到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来而言 我们就关心嘛 项目方大致到底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 比如说能够正常的再给会员投资分工 这个也没有具体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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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 现在还没有 不过今天晚上不是有腾讯会议吗 昆哥应该会讲 我想反正这反正倒走了就到走了呗 对吧 只要他没有后续的伤害 反正就我们还是进还是正常使用呗 他无非是倒走了412万个优嘛 那我们也不是差那点钱 对吧 我们还是该分红 可能还继续分红 但那这413万个优怎么找回来呢 那就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要先把这个内鬼 或者说是黑客找出来 然后再逼他交出密码 或者让他把币转回来 软硬兼施 是吧 严刑拷打 都有可能 那一定要把他钱拿回来 对吧 万一拿回来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因为咱们的资产毕竟很多嘛 好的 好的 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 下一位李温暖 李温暖 我帮你开卖了 你自己卖点一下 卖点一下 李温暖在吗 李温暖在吗 那下一位 李泰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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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卖点一下 你自己卖点一下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如果再次找不回来的话 还需要重新应血吗 就像上次一样 希望不至于吧 就是说 他如果只是偷了点优 那么他肯定是能偷的都偷走了 对吧 那么他如果偷走了之后 项目方换一个钱包地址 或者换一个分红地址 那么他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权限了 或者 当然我具体不知道了 就是项目方如果把这个被盗的地址 把它废掉 然后用新的地址发昏红 那么可能也就没事 当然如果 如果说他不放心了 印射呢 也是可能的 但是我不希望走到那一步 因为印射太麻烦了 反正就是说 要看他项目方肯定发生了这个事情 他肯定要做一个内部检测 看看到底黑客控制了哪些地址 对吧 如果他只是控制了一些小的地址 然后都把钱都转走了 那咱们还可以继续玩吗 那就怕黑客他可能控制了其他的地址 你也不知道 对吧 你也不知道谁是黑客 那么他有可能再继续 再下一次再搞你一些币出来 那就很讨厌了 是吧 那具体肯定项目方 他会自己去判断的 好 谢谢 好 谢谢李开诚 好 谢谢李开诚 谢谢 下一位小七 小七你自己开下麦 喂 喂 你说 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我说话吗 那个 我都是 我刚刚进这个没几天 然后呢遇到这种事情 说实话我昨天开始有点恐慌 今天呢 昨天晚上我也听了博士您的一些分享 然后我一直趴在下面也没有 也没有出来 但是刚刚我在微信里面看到了 这个有一个微信里叫坤叔呀 这个是你学姐说的坤哥 对的 不知道 对的 OK 有可能是 OK 那估计就是 然后他在 估计是一个核心评里面说 他说约了下午项目方 商量 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但是呢 作为我们投资人来说 我不知道坤哥现在在 咱们的肯定会面 如果在的话 我觉得可以邀请他来 跟我们分享一下 让我们吃个定心碗 或者是我们可以更放心一点 因为作为投资人 确实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可能有点慌 如果是你们老会员的话 肯定是过慌的 我去追你一个 我也希望这个猎狗 可以好好的活下去 然后让大家一起赚钱 然后让大家一起赚钱 对 今天晚上八点 有腾讯会议 你去听一听 我们老会员 这都不是第一次了 这应该算第三次吧 还是第四次 我们都习惯了 每个月都得那么来一次 反正就是说 已经习惯了 反正就是 老会员应该就没有那么恐慌 但是新会员可能 那我们就等下午吧 那我们就等下午吧 对 没事 我就跟你说 这个偷了四百一四二万 都是小case了 就是说对于咱们项目方来讲 没有什么商机 然后我还听说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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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也 也有过这种情况 然后第二天 然后 还是什么时间 然后还 我觉得 我觉得 这次我不知道 项目方会不会有这种安排 或者怎么样 对 就是 股发 股发 现在很难讲 因为 项目方确实 发了币出来 只不过这个币 这六十六万个币 没有到我们手里 被黑客 做半路 截胡了 你看 这六十六万个币 被他搞到 他自己的钱包里去了 所以项目方会不会再愿意补发 这个就很难讲 但就算是有一天没有收益 我觉得对咱们来讲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对吧 一天没有收益 就没有了 第二天 还有就行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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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七 谢谢小七 下一位 那个 手机号 手机号 2613 2613的朋友 你自己开一下麦 你自己开一下麦 那下一位 成功社区的好运来 你自己开一下麦 杨博士你好 杨博士你好 你好 我想问 我想问 现在咱这个机器人 套利是正常的吧 如果套利是正常的 如果套利是正常的 一段节 才能天能分钱了 天能分钱了 对啊 正常啊 套利没有 那不就摆完了 那不就死翘翘了 给大家看一下 对 给大家看一下 USDT这个红的哈 你能看见我屏幕吗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红的 这个红的 红的是套利的地址 看到没有 38秒 41秒 都在USDT套利 看到没有 它套利S到 还有LUNA币 看到没有 还有LUNA币 你看 都是在套利的 看到没有 38秒 41秒 56秒 看到了吧 都在套利 看到了 看到了 那行 这机器人正常 就放心了 你就立日来源 解决了 别的都不是事 对 你说的很对 先谢一下 不是 谢谢 不是 好 谢谢 谢谢 涛利地址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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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乐 你自己开一下 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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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博士 你好 老博士 你好 你说 咱们这个项目方 是不是 是不是 可以和他反映一下 他掌控的 资金时间 是不是 可以 用智能的 改变一下 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 如果 如果他要 如果他要是 还是 人工掌控的话 他就 人都有私心 他就把 资金打了以后 他就 自己转走 或者就逃跑 你也清楚 这个社会 这个现象 如果是 用一种 什么方式 掌控 你说 项目方 反映一下 如果要是 用什么方式 掌控一下 这个资金 时间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这个新品 这个新品 这不可能的 出现这个 这不可能的 因为每天 都有新用户 所以他每天 都要人工 去统计数据 然后每天 你看他发的钱 每天都不一样 所以咱们用户 越来越多 对对对 他得算一下 每天要发多少钱 他肯定要 对人工来处理 不可能全自动的 没有那么高科技 哦 不 就是说 这种 他如果要是 人工掌控的话 他就会出现 这些倒闭呀 这些 这些 捐返逃跑的 这种现象 就是 就是把这个现象 能不能规避 能不能规避一下 规避一下 这个很难 因为 他总得有人值班 是吧 比如说一个 一个技术团队 他的电脑服务器 他得有人看着呀 那不可能一个人看了 能懂得吃饭睡觉啊 他肯定是倒班的嘛 比如说谁上白班 谁上晚班 对吧 他得好几个人轮着看 那可能轮到他上晚班 那个人有点失心 他就搞一点壁出来 偷偷的看没人 他就他自己 他就搞一点壁出来 这个没办法 不是还有一种 好好好 对对对 就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这样的 不能用一个人掌控 对 就是好几个人掌控这个人 掌控这个事情 如果他一个人就这次发生这个事情 肯定是他一个人直班的时候 他一个人把这个资金倒走 如果好多人在以后 他就不可能把这个币啊好 什么也好都倒走 就是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能不能 应该应该这样会好一点 那这个东西咱也说了 对对对 不不不不是脑博士 我我一直就不安顾你的脑博士 虽然你你晚上不在里头 广告给给我们服务 这个这个茶兄弟也好 什么也好 我们十分感谢 但是你也可以 像我们反应不上去 你还能给他们反应一下 这些情况 就是在三个人到五个人之间 他就不可能存在这些倒闭情况 这些情况 都互相接 如果要是 如果要放给一个人的权 他就很可能有这些事情发生 对吧 对吧 但你能多了也发 因为他每天要发币 人家三个人四个人 那是不是这三四个人 每天都得在一起 他才能够发币 万一有个人生病了 或者出差了 这个币还发不了了 是吧 对对对 他可以后 也有后 如果这个事情要解决了的话 这个事情以后还会发生 肯定还会发生 咱们咱们底下的这些会员 虽然是那啥的 跟着紧跟着咱们的步伐走 但是真的有时候再被各一事好 什么像咱们以前的PT那些都跟不起了 不好弄 如果这次要能的话 还能继续走 如果要是还是继续发生 这些事情 真的就不好说了 真的就不好说了 能规避一下 规避一下 你就好好祈祷吧 不要再来玩了 咱心脏不好 每个月都来这么一下 其实是心脏不好 有时候上去了 有时候下来 有时候下来 就知道啥就知道啥 对 哎呀 哎呀 行 完了以后有机会看见坤哥 你可以反应反应 说不定坤哥在评论 再听 好的 好的 行了 谢谢龙博士 谢谢龙博士 好 谢谢可乐 谢谢 下一位 那个 喜羊羊 喜羊羊你自己开箱吗 你自己开箱吗 关键水不让你做回 做的做的不回来 做的不回来 那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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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刚刚谁在说话 不知道 他不想跟我们说 那下一位 那下一位 股门的成龙 是吧 已经开麦了 已经开麦了 陈龙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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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一位 清风 清风 我帮你开麦了 你自己开一下 你自己开一下 好的 感谢龙博士的分享 我想问 龙博士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们说这种 照片里面 如果是多千照片 是不可能被盗的 现在项目发给多大账户 不都是所谓的多千账户 没有多千账户 但是他们说 如果这种多千账户 也能被盗吗 我就提这个问题 感谢 我想没了 我的理解是 多千账户 好像只能是比特币 咱们现在不是比特币 咱们现在不是比特币 好像不能用多千账户 这是我的理解 不一定对 而且多千账户 你很麻烦 你得几个人 同时在场 你才能转币 而咱们发币 是每天都得发 那么你每天都得 那几个人都得在一起 才能够转 很麻烦的 一个人弄 就比较操作起来 很方便 你看你跟你朋友 在一起聚餐 你还得找个时间 也很麻烦 对吧 因为大家都聚在一起 他才能够 一块去吃饭 对吧 可能这个人 这个人今天有事 那个人明天有事 对吧 他很难说 每天都让他们 这几个人在一起 然后才能够发币 不太现实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问题 就很麻烦 就麻烦在这里 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估计 没声音 没声音 那差不多了 老博士 你那边应该都半夜了 你那边应该都半夜了 问问还有 还有问题没事 如果还有问题 再问两个 我也睡得晚了 有事有 有事有 那这边有个 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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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三又四 轻轻又三又四 轻轻又三又四 我帮你开麦了 你自己麦点一下 你自己麦点一下 好的 瑶宝斯你好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现在塔的整个机器人的话 还包括塔的大资金账户 还有所有的这一块 都正常了吗 正常了吗 都可以正常在运转 包括机器人套利 也都在正常 也都在套利是吧 对呀 你自己查一下嘛 你进入观察钱包 看一下 好的好的 谢谢 好的好的 谢谢 好 谢谢清风 谢谢清风 下一位 下一位 大家可以看见 我的屏幕 把黑客的地址 放在这个观察钱包 我们看到有两笔记录 就是咱们的钱 总共是41万个 我已经标注了 猎狗币黑客地址 大家可以放到 以太坊的那个钱包里 然后看看黑客 会不会把它转走 好继续 还有谁有问题 你刚刚就说了谁了 那个 门利梅 门利梅 你自己开麦 你自己开麦 你好 博士 博士 有站好 博士是这样子的 就是用力炒成 造成这个恐慌 底下有些会员 他已经把这个 把这个耳楼批持 就是撤了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 雇用机器 怎么样 也解约了 也解约了 像这种状况 不知道 就是如果今天解决的话 不知道这个风筒 还会不会到炸 但是解约的话 他这个资金还没有回来 解约了肯定就没有了 这个就很亏了 因为现在币价很低 所以你解约了 他就亏得很大 因为咱们指压 是按猎狗币指压的 现在猎狗币跌了这么多 他可能亏了一半以上 对 所以你一定要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下面的小伙伴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恐慌 因为我们老会员都经历过好多次了 反正就是千万不要恐慌 千万不要去写约 但是其中老会员 他就 他得到什么内部消息 然后就 我们看着这个老会员团队长 他就把这个 他就把这个 耳楼批尺撤了 知道吗 然后雇用机器人这边也可以撤了 那我们肯定跟着就有点恐慌了 然后也撤 因为我们列狗经历了这个三个多月来 三个多月来 我是一路跟随的 我是一路跟随的 所以呢 其实我是没有多大 其实我看他们撤的时候 我心里我也不想撤的 但是为了 对于会员的一个 怎么说 免免损失 是这样 是这样 所以呢 这就是你的信心不够了 你信心不够 你再撤一下 你就亏了好多钱了 那你以后再慢慢加回来吧 就亏很多 就亏很多 对啊 这样子哦 这样子哦 那是亏很大 那是亏很大 我算了 我算了 亏很大 亏很大 对啊 对啊 这个时候就是要 那个机器人呢 现在就是 好像可以解约 可以解约 可以解约 对 但是现在 金本还没有回来 金本还没有回来 对 不要解约 不要测辞职 不要解约 不要测辞职 算了你一定会后悔 是啊 我觉得来回这么周同 因为 因为这三个 考验你信心 就是考验你信心的时候 对 哦 这样子哦 那我就想问一下 因为 博士啊 我看你讲话很有底气 就是 我也观察了 我们这个项目方的 大的金库 我看到这个大的金库 资金 还是 还是蛮多的 还是蛮多的 我算下来 两个大的金库 不是有两亿多 美金 这样子 应该是没问题 所以我看到你这个 这么自信 我也观察了 这么大的金库 其实 说其实 我本来是很淡定的 我也受了一个 大同队长的影响 所以搞得 我也恐慌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团队长 我觉得这个团队长 他也很行 他也很行 然后就是说 他就是说 对数据这个 对数据这个 就是 也判断很清楚 也判断很清楚 那我觉得 他如果都撤了 如果都撤了 我也跟着恐慌 我也跟着恐慌了 我也跟着恐慌了 是这样子 那应该是什么问题 就交点学费吧 你就交点学费吧 哦这样子 那现在 现在因为机器人解仓了 关键 关键 机器人我们解约 现在他那个币也没有回来 就是那个币金本位也还没有回来 也没再处理 也没再处理 这个就不知道 这个他不会发回来呢 我就不清楚了 我就不清楚了 那等他以后稳定了 可能会回来吧 这样子 这样子 好的 好的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拜拜 拜拜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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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自在 光自在 我帮你开麦了 我帮你开麦了 不在 不在的话 下一位 下一位 贵哥 贵阳的贵哥 贵阳的贵哥 你自己的麦点一下就可以 在的 人听到吗 人听到吗 可以 你说 好 我想问一下你 就是说 像那个机器人 我帮伙伴问一下 就是说有个别的 新伙伴 他不懂的时候 昨天晚上这种情况 导致了他去解除合约 但是解除合约呢 我们也知道 现在币是被盗了的 他币就没回来 像这种情况的话 昨天晚上 听了腾讯会议过后呢 他就找我 就是说 让我来问一下这个问题 既然解约了 没有回来 他是不是可以又正常 正常的回去雇佣呢 还是说 他已经是 处于解约的状态 等正常的币 就自然回来了 我觉得他要是解约了 他就已经是解约了 只有币再回来以后 你再重新给他雇佣 当然你再一来一回 肯定会有一些损失了 那没办法 这样的是吧 这样的是吧 那 再问一下 换句话来说 他只要昨天 已经点了解约的 今天如果说正常分红的话 像他这种处于解约状态 他也没有正常分红 对吧 对吧 估计没有 估计没有 好的 谢谢啊 谢谢啊 好 谢谢 下一位 下一位 四行 四行 我帮你开麦了 我帮你开麦了 我说一下 我说一下 他这个解 就是我们那个质压 他不是 他不是那个 我们是 我们是金本位的 然后就是说 你有多少 你有多少优惠的话 是需要换成那个 裂狗币 这压进去 那现在就是说 裂狗币里面的那个币全 被人拿走了 你想拿回来的话 按道理 他是把币给你 他里面没那么多币 你们去解压的话 是拿不到 拿不到等值的币 所以说你们 千万不要去 不要去解压了呀 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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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解压那个 金本位那个币 因为你 你解压币 他 他钱包里面 已经没有那么多币了 这项目方 他要解决这个事情 他肯定要 拿出几百万 把币买回来 因为现在价格底 买回来放进去 等币价拉上出来 你去解压 他才会有币 出来给你 你这把他买成U 才是正确的操作 还是正确的操作 是这一次玩而不是 所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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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把金本位的币拿出来 你现在价格这么低 也就是说 你如果压了3000U的话 你将就要差不多要拿1的币 哪里有那么多币给你 对不对 必须的全部都是在LOP市场里面 所以说这个逻辑应该是这样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已经解约了 你就等他给你 因为我们看他那个LOP 他那个钱包里面 他不是没有 没有多少笔 他一亿都不到了 这个币不全部给他砸出去卖掉了 你如果解约出来 他哪里这么多币退卖给你 我当时我跟客服也说过 我说这个币如果一直涨的话 我把相目方金那里卖卖一 Finance 怎么肥一直涨它是可以 如果说BJ低的话 大家都扯的话 他们都币给你 只要幫 幫倒是有 我倒不担心没有币,因为项目放手里很多币,你资金池里面币不多,但是它项目放手里没在资金池里的还有很多地址 不是,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质押进去,质押进去,换成列格币,然后质押到它那个填巴里面,我们不是看到这个填巴的币吧,就是打多少进去,对不对,它里面,它铁巴里面本来就没有多少币啊 我知道,你币倒不用担心,项目放手里,项目放手里,项目放手里币是不缺的,但是它可能没那么快给你,因为现在系统不稳定嘛,它要把内鬼先查出来,然后把这个引换开始 还有嘛,我看它地址,它地址上面除了第一个,第一个就是销毁钱包,前面钱包,好像我们当时的那个,我们当时的那个,钱包是排在第三的呀,包拼的那个地址,那个币是排在第四的呀,然后第一个是官方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币啊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不错,也就是不错,这个还能隐藏的吗,这个还能隐藏的吗 你不用担心,这个都是小事情,项目放好多账户呢 好,好多账户,好多账户,好多账户,也是大家自家近视,大家分到其他钱包里面去,然后慢慢卖的 我知道,你想啊,它这个币给你以后,你肯定是要卖掉换成优嘛,那不是币又回到项目方手里了,这很简单的道理嘛 他给你的是币嘛,你肯定要变现换成优,不对啊,你变现换成优,你变现换成优,不可能是在项目方那里 对,项目方那里,实质不就是项目方在掌控吗 这个是上网,这个他应该不会,他不是说那个额约放弃了,全线放弃了嘛,他这个还能拿得出来 太简单了,他多放点U进去不就拿出来了吗 那眼睛师要把并买回了,买回了才对了,现在这么低了 对,很简单的,没事,行,那我们看下一个吧,我看也不用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 好的,下一位 好的,下一位 雷子彤是吧 雷子彤 喂,你好 听得到吗 你好,姚博士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您所说的这个,他在解约的这个过程中,他应该是必等位,对不对 那他回来的,他是以什么样子的一个时间段的那个价位回来呢 就是你解约的时候的价位啊 解约的时候的价位是不是 那你这个线上面是看得到的,还有一个问题 您刚刚说的所谓的这个多签 其实多签不需要人,同时在那个一起吧 他只是一个钱包的地址啊,你只要有网络就可以多签的呀 这块我没弄过,我不知道你有弄过吗 我们都是自己玩自己的钱包 没有哪个是说要多签的 你有多签钱包吗 像你这种的,你是属于大机构的 至今的一个管理应该是要有这个封控的吧 没有一个多签的吗 还有一个,您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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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用过多签吗 或者你有朋友用过多签吗 有啊,有朋友用啊 那你问问他怎么个多签法 是多签的呀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看啊,你说的是 这是,项目方他不是把所有的这些权限都丢出来了吗 还是他在管控这个东西吗 你说的,权限丢出来是指资金池的权限 你要搞清楚你说的是什么 资金池的权限丢了 但是币,币还在项目方手里啊 他不是说,项目方手里就没有币了呀 币不是应该在市场上面吗 不是市场都买完了吗 项目方还有啊 有这个1000亿个币呢 有900个亿已经销毁了 900个不是已经销毁了吗 还有一个是有10个亿 有10个亿不是空投了吗 还有90个亿不是已经在那个300个边币里面 然后去那个,就是定价,就是定价了吗 然后他不是把那个币都抽走了吗 他300个边币不是说已经抽走了吗 然后这个池子不就是市场上面自由的去运作吗 自由的运作那谁是大头啊 他不会 谁是大头 谁是大头 可以这么理解吗 他可以在币价低的时候买一点 对啊 币价很低的时候,项目方可以够一些 放在自己的钱包里 放在自己的钱包里 这不简单吗 这不简单吗 对 你不用大钱 下面放手 好吧,我知道了 好的,我知道了 好的,我知道了 我明白了 感谢 好的 好的 下一位 吉思雨 吉思雨 我帮你开麦了 如何 Found you 董博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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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诺 你好 刚才F21U A那个地址是什么地址的,500多万U的那个 500多万U,你在我对里看到有500多万U吗 有一个我刚才我消失了以后建立了一个 就是585万U吧 F2A 地址是5F2A那个 5F2A 大家有人知道是哪个吗 他在说的是哪个 你说的是 就是刚才您发到 就是你刚才发到公屏上的那个吧 你说的那个是那个跨链桥的那个地址吧 不是,就是说在币安链上我建的一个观察钱包 您打在公屏上我就复制了 在币安链上那个什么的嘛 尾数是5F2A吧 你能留个言吗 在聊天室里 行,好的 行,好的 好,好,那我就先灌麦了 好的,好的,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 下一位那个小马哥 小马哥 邓小马哥 你自己开下麦 你自己开下麦 这个是那个地址啊 这个黑客地址 但是我发现了黑客地址 这个不是黑客 这个不是黑客 这个是跨链桥的地址 它跌流了那个分红 分红都60多万 就转到这个地址上面去了 没有 它是跨链桥 这里,看到这里 能看见我屏幕吗 你不是5F21A吗 是这个地址吗 没有 看到这里没有 这里写的什么 这是跨链桥 看到这里 AnyUSDT 看到没有 Token Check 这是跨链桥的地址 是黑客把那个 U转移到跨链桥 然后跨链桥再转移到 以太坊链 明白了吧 这个相对比较复杂 这个地址不是黑客的 黑客是通过他把钱洗了一下 从币安链上的USDT 换成了以太坊上的 通过他这个合约地址 把钱洗了一下 明白了吧 刚刚不跟你说了吗 它是被盗的是跨链桥的方 从币安链转移到以太坊链 通过AnyUSDT这个币 通过这个中介 看到了吧 所以这个不是黑客的钱包地址 不要搞错了 黑客的钱包地址是这个 是这个 这个OEA这个地址 现在还有600多万 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 对呀 586万呢 这里 这不是黑客的 这不是黑客的 再说一遍 这不是黑客的 这是Any AnyUSDT 是这个跨链桥的 是这个网站的 这个跨链桥地址吗 跨链桥地址吗 对 是这个网站的 这个地址 F2EA这个是跨链桥地址吗 跨链桥地址吗 对 就是这个中转地址是吧 中转地址是吧 对 是这个公司的 是这个公司的 只不过是咱们的黑客 通过这个公司 洗了一下钱 把他这个USDT 从这个币安智能链 把它转移到了 以太坊链 明白了吧 所以这个地址不是黑客的 是这个公司的 就是这个中转地址 就是F2EA中转地址是吧 对 对 看见没有 AnyUSDT 是他的 是他的地址 好的 好的 谢谢小马哥 谢谢小马哥 那下一位 余凤君 余凤君 我帮你开麦了 余凤君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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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博士 那就这样吧 没了 这样吧 没了 好 那大家去忙自己的事情 有团队小伙伴的 去安抚一下 反正大家习惯了就好了 每个月都得来这么一下 好 谢谢老博士 这么晚还帮我们 这么晚还帮我们 好 谢谢大家 今天腾讯会就到现在见了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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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